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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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你发现狗子用你的杯子喝水时 当你们担心他洗澡后会不会醒来的时候 而他却在 的体验 没有斜船 好烦哦 没有斜船 真的好烦啊 没有斜船 感觉我家狗子在报复我 狗子生气了怎么办 狗子生气了怎么办 完了 生气了 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给你加油吗 生啥气啊 真似的 来 给你个偷吃 还有什么 为了不让狗子洗澡的时候睡着 二 你们家的狗洗澡的时候也这样吗 当你的朋友都开始结婚生子待亡 而你却还在 当我醒来太阳已喝醉 这个冬天都特别寒冷 没有人能跟我说话 黄色野猫 但啥啥不行拆家第一名 每次给他洗澡的时候都怕把他洗没了 我好想好想飞 当你这个风光世界 那么多苦 那么多累 那么多莫名的泪水 又到时间去穷了 来 把药吃了 不吃是吧 是不不吃啊 来 你看一下 吃吧 把药吃了 还有你们 还有你们 干啥啥不行拆家第一名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下去不行不行 数呀数鸡 数星星 一二三四五六七 数星数猪 数大米 你们见过这么没眼神的狗吗 我家狗子为什么这么烦我 来吧 展示 最早您看到 星南高 爱在寿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哈 所以这 说 当家里的洗脚筒被狗子弄坏后 突然打狗子一巴掌会发生什么 结果 哎呦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